新的求是规则 希望我们一起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非你莫属 谢谢大家 首先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12位BOSS团成员 今天是我们两位第一次上任非你莫属 听说BOSS团成员当中有一位啊 可能是为我们捧场 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有看点有噱头的新职位 通灵珠宝的沈东军 沈总 那么这个职位呢就是柏林电影节明星珠宝首饰助理 那么这个职位呢月薪是一万元 安排我们会安排他去意大利 比利时和德国去学习和体验 男女不限 熟练使用英语 35岁以下 沟通能力良好 形象气质中等以上 这个人需要能够会欧歌你吗 不需要 不需要是吧 他不需要 他主要的任务是和明星进行沟通 根据他们的气质 根据他们的长相 包括他们参加的节目 但沈总我觉得以你的风格 以沈总的风格的话 虽然他说男女不限 基本男的你就不要报名了 沈总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中等以上 这个气质怎么量化 建祥算中等以上吗 我中等以下 你算你算那种 基本上他就中等以上吧 一样 感谢沈总为我们两个人捧场 我们上任的第一期 带来这么一个 让诸位BOSS团成员 都有话想说的一个职位 这已经够了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非你莫属 本栏目由乐巴薯片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乐巴薯片的大力支持 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 请出今天的下一位求职应聘者 我熟练掌握西班牙语 英语 达语 性格乐观开朗 然后人比较有上进心 我和我老公也都还年轻 我们希望在北京安定下来 然后找一份自己有兴趣 然后我的专场也可以帮助到 这个企业一同进步的工作 邓队26岁 湖南人 北京语言大学本科毕业 听通西班牙语 大家好 我叫邓队 今年26岁 来自湖南长沙 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 西班牙语专业 熟练掌握西班牙语 英语 法语 三门语言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借着这个平台 找一份外事协调类 或者是客户经理类的职务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欢迎邓队 这是我的简历 学着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现在应该说 在足球世界是第一大语言 给我们用西班牙语打个招呼吧 好的 你好 hail 我是泰里 卢联系 学の研究 学大学 2009年 今天 psychology 来素兴 穿良好的 好研究 进言 谢谢 我现在就会 ir 一个 谢谢 说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翻译一下 用法语再翻译一下 这有在西班牙语的 这有在西班牙生活过的 对 我现在还一直生活在西班牙 在马德里 讲得不错 他是首先打一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想找一份好工作 是吧 你这个工作经历 我看到还因为会西班牙语 曾经在波利维亚驻华大使馆工作过 做大使秘书的工作 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 实习工作 意味着不给钱 给钱 给的有点少 那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因为给的有点少 于是我找到了一个 做对外贸易的公司 然后到那边担任 做业务员 工作了一年之后 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我的当时的男朋友 然后面临他要出国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 也很多年了 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 然后我们两个选择了结婚 我选择了在新婚阶段照顾我的家庭 于是我随他到了非洲 在非洲哪个国家呢 在中非的一个小国家 嘉鹏 嘉鹏是讲什么语言的 讲法语的 所以你在那又学了法语 对 在那学的法语 我一年的时间把法语学会了 然后之后两年的时间用法语来开展工作 太厉害了 然后现在两个人一起回到国内了吗 对 我们都回来了 我们听到了一个姑娘为了爱情和婚姻 牺牲工作 然后多学了一门外语的传奇故事 所以有的时候牺牲和放弃 是一种收获的机会 那这次来有什么目标和打算 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找到一份能用到我的语言的 大概是一种外事的协调工作 就是比如说要和外国人打交道 进行协调的 或者是在一个项目上做客户经理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职位 很厉害 也有这样的丰富的工作经历 条件很好 这样 在BOSS团成员开口之前 让你先行使你的权利 在12位BOSS当中 灭掉一盏灯 告诉我们你绝不会去他的企业 有人假装不在乎 是吗 他们真的有人假装不在乎 他们突然之间有一种被探监的感觉 告诉我们 你灭掉了第一盏灯 你肯定不会去他的企业 那是谁 好 百合网 为什么 沐妍 但是你既然已经结婚了 但是你对爱情如此坚真不语 你特别是要来百合网工作 你为什么会选我 走 是放弃你 为什么选你 为什么放弃你 就把我扔出去了 因为我看过几期节目 我觉得您特别的可爱 然后第一轮应该把您灭掉 不会特别伤害您 你刚才说的话可以用外语说吗 说谎 请用外语 在解释非灭老板 都选择了一个恭维的方式 应该是一个比较善于沟通的人 情商很高 好吧 我们掌声欢迎沐妍 进入发言管制区 我的沟通经历证明 宽容虽然是一种美德 但是太老实 不会被人欺负 这也是职场的规则 邓队先灭掉了沐妍的灯 接下来余下的十月报存成员 该你们选择了 选择自己的去 还是留 认真思考 请选择 肚子健老师 谢谢大家 你是为了标新立异 非灭了灯吗 我是不能像他们一样 无耻 自己没有一个外事的感位 然后厚着脸皮留在那里 我觉得我留不下来 我给小姑娘一个建议 你呢 最好的选择 大概有三个企业 刘家勇是有国际贸易的 沈东军呢 貌似有一点国际业务 然后呢 在这两个老板之外 还有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他是有国际 他有公司 他有一个最取悦的文化公司 而且跟西班牙有深度关系 你最后把他们灯全灭了 到黄金翔家 苏老师 请你说话一定要清楚 到公司去 不是到家里来 到家里来这事就大了 对 我问一下 你有一个获奖经历 是这个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 你知道我们博士团里面 有一个发明家 小小发明家 对吧 你为什么一下就把他选下去 一上去把他选下去 估计就是因为两人队上了 对吧 所以我很想了解 你当时的发明是什么 当时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和我另外两个同学 一起做了一个数学建模 因为湖南不是医学特别强 然后我们在湖亚二医院 做了一个低超排队的数学建模 那灯灭简直是女神啊 又会三门外语 还会数学建模 他想逆袭女神 莫言你是不是现在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第一个就把你灯灭了 是吧 他现在完全闪灭了 他现在完全闪灭了 追着 即使苏巴酒店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这样一个品牌 我们在全球的话 就是离属这个温度母集团 但是你如果你到我们这来的话 可能也不会天天用到三门外语 所以我还想知道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语言之外 如果说讲一份具体的工作 你觉得做哪方面 你比较喜欢 有没有一个职位叫客户经理的 就是维护客户关系 有的 我比较想做这一块 OK 我现在这么理解 你做过的波利维亚和加鹏的这个两个 一个大审秘书与领事助理 主要是靠你的语言能力 对吗 没错 对吧 所以你接下来在这求职的 还是要靠主要吃语言饭 你刚才说你只要想做客户维护 你并不是想做一些特别拓展力强的工作 我就想跟你说 所有学语言的人脚底的这片云 你有两个选择 继续踩着云往前走 还有一种选择 你把这个云抛掉 这个云不存在了 为什么要抛掉呢 这个一不压身 多会两门外语 抛掉是忘了说 我是踩着云来的 本人大学就是学英语的 你对学英语的 学外语的学生的攻击 我记住了 怎么转到你那去了 说我们都是踩着云的 我想说的是邓队 不过我想跟邓队说 确实学外语的学生毕业之后 都面临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再学习摸索 找到自己能干什么 适合干什么 用外语作为一个工具 在我26岁那一年 我进入了中央电视台 做了一个体育记者 然后做了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 我不是学播音的 不是学主持的 不是学新闻的 不是学体育的 我是一个三不沾 我就是个学外语的学生 但是我做了体育节目主持人 所以不要小看 学外语的学生 能够学好一门外语 是需要毅力的 是需要学习方法 和学习能力的 能学好两门外语的学生 那就是双倍的 有毅力 有能力 有办法 所以不要低估一个26岁的 会两门外语的女学生的 学习能力 高度支持华老师 建强我发现你心眼也挺小 你没听我说完 要不你就像建强一样 你有外语的脚下降雨 他正在找 你选一个专业 他正在脚踩两个风火轮 一个法语一个英语 手里拿一个青昆圈 一个西班牙语 然后正在找 但是邓丽说的是 他依然想吃这碗语言的饭 为什么不吃语言 我做了提议记者 语言一样很有用 很帮忙 我就恨自己 没学会法语和西班牙语 你们这个 好 好 马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但我们有的时候 说不清楚语言是丰富了我们 还是限制了我们 你的这个技能 本来按道理来说 是你一个优秀点 但有的时候会限制你的选择 我现在也是在想找我的兴趣点 我如果能找到一个 我感兴趣和对我有兴趣的公司 我去开发自己另外一个方面的潜能 我可能会找到自己的另外一片天空 所以我现在呢 你对体育感兴趣吗 感兴趣 记得讲 你又给拐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余下的十位八成成员 要做判断和选择了 是去还是留 各位 认真思考 请选择 好 恭喜灯队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六家企业为你亮着灯 我们听听这六家企业为灯队预留着怎么样的岗位 首先黄小川 我们的一个国际性客户里面的奥运项目的客户经理 他是要招待中国的客户到巴西去 需要用运动你的外语 但是可能也需要你学习这种客户的产品和品牌传播知识 你好 我们是麦尔广告的 我们是为比较大的品牌提供他的品牌传播解决方案的 我觉得你的个人素质非常适合做我的助理 我明白了 好 加油 我给你这边的岗位是 我们福能文化在天津的投资移民销售顾问 是在天津吗 是在天津 但是我可以讲这个方向应该非常好 方向再好 两厘分距也不靠谱 但是北京和天津28分钟 跟你坐地铁从北城到东城 关键到北京南站 高铁是28分钟 下了高铁打不着车 来 许张 登队是这样 我们的位置比较简单 就是你刚刚想象做客户经理 对吧 其实我们是项目和客户的经理 这种位置实际上是开发和维护我们的客户 邓队我给你的准备的职位是 卡夫基全国加盟中心的授权经理 这个职位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人想拿到 但是我这是第一次放出这个职位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我对你的欣赏 谢谢 其实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受人欢迎和被人信任的感觉 你对卡夫基的认同和接受可以很快 明白了 好的 谢谢 沈东军 那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我们通灵珠宝的北京区的公关专员 我们是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 我们和比利时有非常多的联系 那同时呢 我们又是柏林电影节的赞助商 所以我在北京呢 经常会有一些商务的接待 你过去做过外事工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媒体的接触和联系 但是灯对你发现这个工作内容比较杂 就没什么专业性的工作 因为他是全财嘛 好 反正潜力非常大 无论如何 到现在为止 有六家企业的BOSS还为你亮着灯 好难抉择 不可不畏 炙手可热 我建议你应该问问沐言的意见 沐言自从被你否了之后 他一直在做你的代言人 然后伤心欲绝地坚持问你代言 你可以问问沐言的意见 沐总您的意见是 我觉得比较难选择 其实你可以谢你再见 然后损着我 什么叫痴情 吃到这个地方 来 邓队 面前还有六盏灯为你亮着 好 请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四盏灯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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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得到哪里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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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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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沈同学 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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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通灵珠宝灭了 把通灵灭了 好 灭掉了徐章 好 我们请邓队 回来 有一点我特别在迷惑 我本来以为你会留下 尹峰和这个张静威 是肯定会留下的 没想到最后你差点要灭了尹峰 居然坚决的要选择沈东军不灭他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一时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特别特别难 所以就也是一种缘分吧 看跟谁呢 缘 妙不可言 好 我们掌声欢送四位被灭灯的boss 暂时离席 好 接下来 有请尹峰 沈同军 谈前不伤感情 好 两位最后被保留灯的boss 要在自己的这个面前显示屏上 输入一个准备给邓队的月薪 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 不许敢 不许敢 沈东军说有缘 应该多画几个缘的 对吧 缘 有缘 在工作当中不断地释放 按好了吗 还能 这写多少个人 吓人啊 东军是一个忽悠王 为了在这一战中我要胜利 我也得拼命地认真思考 我得选下什么数字 给一个恰到好处的数字 既比东军的有竞争力 又不要打破你自己的 企业内部的这个工资平衡 是的 先请尹峰来揭晓 工资 好 我们不大家都不要说 啊 哎呦 东军不等我发话就已经拍出来了 这两个人拍的好有缘啊 好有缘啊 你知道他拍的多少吗 我知道 多少 跟我一样 我想告诉他授权经理的提成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 我们目前说吗 就我说一下吧 我认识一个女孩 也不懂三门外语 也不会数学建模 在他们做授权经理 她的月工资大概是我的三倍 是我的三倍 因为沐延每个月两千 没那么扯啊 百合网没有那么不堪吧 没有那么不堪吧 东军 我觉得这姑娘90%去影风的 真的 那没关系 你要是真有诚意要他的话 加点 你加点 好歹加点 你 加点吧 加点吧 加点呗 其实我觉得 哎呀 下去吧 下去吧 没成立 加500 你家还不如家呢 老板一下哪有500500的家呢 加500太丢人了 宏林宏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公司 加了一千了 其实我并没有权利给你加更高的工资 我觉得帮助你成长 没有东军 让你给我们创造价值 让你增加收入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好像这种能力别的老板都没有一样 试用期都是三个月对吧 两个月 两个月 这边也是 根据你今天的表现 你现在就可以转正 打了埋伏 来吧 邓队赶紧选择吧 好 乐巴鼠片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想要在一起 哪有那么容易 肯德基超值小石图 汇集多款美味小石 还有全新知识黄金角 只要十元起 通通在一起了 本栏目由中国梦 梦之兰 全程公益支持 一个梦想 两个梦想 三个梦想 千万亿个梦想 中国梦 梦之兰 飘柔天然柔顺新体验 全新飘柔植物精选系列 配方含十种植物精华 展现五重柔顺旧法 飘柔植物精选 全新白飘 清新上市 意大利美学 缔造灵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2013年天津卫视 诚意打造天生一对 顶级明星话术家长离断 嬉笑怒漫 共同婚恋人生 最意外的感动 最真实的宣言 影打杜季仪 带您看遍明星夫妻 详解天下夫妻情感 天生一对 原自天生 天生一对 由三元食品 冠名播出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婚礼上 你触摸我的头发 让我想起爱 是怎样开始的 飞柔突破性配方 三大着效就在一屏 柔顺一触心动 有你 我成了最幸福的人 飞柔金黄护理系列 保洁 第37条 水晶制品 再小的气泡也不允许 无论品牌多大 都必须符合 优众之间手册标准 优众网 全球收品在线零售 九朵玫瑰花枝 富含抗氧化 玫瑰多分 让时间停住 花眼涌住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It's motion 陌生 太阳镜 也许会成功 也许会失败 历练就是不断的fire 直火烘焙 激发咖啡豆圆香 与牛奶焦香融合 火咖 直火历练 真滋味 本栏目 由乐巴主线 冠名播出 乐巴乐巴 轻松快乐时光 乐巴乐巴乐巴 想爱你 我感到 天天 全美的闪下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乐巴薯片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邓队选择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 冲灵珠宝 还是选择 谢谢再见 然后给那边 吃情的人留个机会 我选择咖啡之意 应聘成功 祝贺一分咖啡之意 有所收获 应聘成功者将获得 由中国梦梦之兰提供的 职场新通牙的梦想物理机 中国梦梦之兰 祝福每一位球队者的明天 才获成功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本栏目由乐巴薯片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乐巴薯片的大力支持 上午八通城 招聘应聘入职快 午八通城一个神奇的网站 感谢本节目 特约播映单位 五八通城的大力支持 感谢本来目的人力资源 支持机构 虔诚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到 虔诚无忧首页 非你莫属专区 下载 虔诚无忧手机客户端 进行报名 非你莫属重磅推出 加长解密版 每周五 您可以通过新浪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以及 at非你莫属的官方微博 在线收看 移动联通电信用户 请编辑 AGE 加留言 或报名信息 到1066 335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者 就是你 从事营销界 13年了 一直没有找到 一个能让我 零零尽势展 展现的一个舞台 和空间 所以希望借助 非你莫属这个栏目 能帮我 把我自己的心愿达成 给我一个资点 我将撤几个立刻 给我一次机会 我将赶你个情绪 江天鹏 辽宁人 大专 东北财经大学 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天鹏 辽宁朝阳人 今年37岁 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 有着13年的 企业销售管理 带领团队经验 这次来到菲尼莫属 也想寻求一份 销售经理 或者大区经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黄老师 欢迎张天鹏 你这个工具的太 这是要干啥 你是老老师吗 今天非常荣幸 说您的第一期 主持这个节目 我等我干啥了 赶上个第一不容易 擅长做什么 销售 营销 以前都三十六七岁了 还出来应聘 那以前这十几年 哪些地方辉煌过 成功的卖过什么 给各位老板说说的 从2000年到2008年 简短点 从事的一直是我们会展行业 就是大型的展览会议 曾经我们由2000年 由76个展位开始 做到了2006年的 将近3000个 当年曾经创造过 全国第三 国药会第一 内蒙会第二 我们第三 厉害 那这不是你的成绩 我是招商经理 对啊 招商经理 里面60%的客户 可以不太谦虚的话 是我招来的 你一个人占了公司的 60%的业绩 那么强 60%在什么 基础上 60%总额是多少 当时我们一个展位 大概定位在 5800 4800 3800 因为我们招的企业 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太大的企业 它不需要招商载回 它有自己的一个网络 天鹏 我就问你一个简单问题 您绕那么远 我就问你总金额是多少 你占60%是多少 特别容易回答 两百多万吧 两百多万招商金额 分钱都加起 对 当时的工资待遇上面 写的是三千块钱 这老板太不识人了 当时你的 你那么能干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例子 我带领整个团队 我让你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的客户 我完全可以一仗给你马丁 因为你付的这个区域 它是喷着我天棚的面来的 但是算你马丁的业绩 哎呀这么油啊 就是你把光荣分给了大家 马丁两百万你是觉得多吗 不是很高吗 就算不高也不应该三千万 马丁还有很大的 两百万是三千加价 一个展位一个产位才有七百块钱 这这仗不对 是正常的 他说一个产位什么 三千八四千八五千八 三千多个企业 两千八百多个大费 两千八百多个大费 我从来不算 这两百多万 这有必要去管 这也跟你翻价 到时候你可以把该够的提成 你给我就可以了 我做账商经历 我真的是提成了 那你提成是多少呢 你提成是多少 像马丁 马丁先说的话的 提成我没拿到那些 分给别人的提成是多少 你大公无私 你把你提成都给别人了 那你告诉我们 你分给别人多少提成 我不知道 那些展会 我拿了不到六万块钱 那我问一句吧 你今天来 你意向是什么样的岗位 哪一个领域 我是冲着咖啡之意来的 我说说我来的理由 第一 咖啡之意现在在全国 正在全国在招商 第二 它属于也属于加盟 连锁性质的 跟我过去做展会 做招商性质差不太多 有个大宗小小意 你是不是只去咖啡之意 赌定了 就是去 非隐从那儿不去 隐从那儿不去 隐从我堵你了 人家非你不取了 小伙子现在这个状态很开啊 但是已经出来一个 激励失控的这样的状态当中了 但至少其实在求职过程当中 还是要用理性去驾驭自己的感情 而不使用情感 来驱动自己 说话严谈举止 在十二位暴走当中 灭掉一个 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的 灭一个 你主动灭我 灭我吧 没有 主动灭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有我的想法 对不起马丁哥哥 你看 你看 他没有胸怀 他没胸怀 他当然没有胸怀 杜老师 你为什么说他没有胸怀 因为我是一个观察者 我看到两个在有一些 言辞上的一个相互的 没有 跟严实上没一点关系 我还是赞成杜老师的说法 他们俩之间还是起了一定的冲突的 没有老师 我在临上台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 第一盏灯我就肯定是要灭马丁 马丁我太同情你了 我必须回答一下 我必须回答一下 你是叫天鹏是吧 张天鹏 张天鹏 天鹏 跟猪八戒一个名字 那个 是这样 没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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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叫侠师抱负 你这叫侠师抱负 小心眼 做主持人不能这样 所以话说回来 天鹏 那是猪八戒的官显 天鹏元帅 我觉得你今天铺隐风 能铺成功的几率 不到30% 没事的 成功在我习 如果你能称 事业在严总习 至于我们俩能不能 戏和心的碰撞 能不能我张天鹏 真正给您带来 能不能我张天鹏 能不能给您带来笑语 带来寿场 这不是相亲节目 这不是相亲节目 这是修举的节目 企业老板和员工之间 也就是想真心换真心 对对对 这么说吧 如果最后你成功了 我给你拘一功 叫你天鹏大哥 行吧 走着瞧 天鹏元帅 其实我必须要插一句 其实你去影风 这非常好 但是有一点 其实我们都说 我们叫他神仙姐姐 她的气质和你的气质 神仙姐姐配天鹏元帅 挺合适 来吧 余夏的11位保持船成员 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去还是留 请选择 恭喜你 有希望 不管怎么说 隐风 没灭灯 接下来就进入 天生 我有猜 先跟我说清楚 你理解的咖啡之意是什么 你认为的咖啡之意 招伤经理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咖啡之意 我认为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 但是我看了您的网站之后了 我觉得您的这偏重于西餐 比较多多一点 我其实我当时小莱卡之上 定位成一种情侣餐厅的感觉 一种情侣餐厅 一种商务餐厅的感觉 就是您出现之后 咖啡之意13年的定位要发生 巨来的展现 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跟你去 你也可以让他说 就算是个情侣餐厅 你怎么招商把 把他招商 更多的人来做加盟 你想个方案 马丁有话说 大家希望你帮咖啡之意招商 对吧 我就是不太愿意搭理你那种人 但是我收留于一大笔资金 我就考虑投资一个咖啡馆 或者投资10个 你不是帮他招商吗 你过来跟我谈 行吗 你觉得你这种态度 就你有一个亿 对不起 我不跟你合作 要不要从首先 从态度来说 你没有把我们咖啡之意当成你的心中偶像 没有当成你的孩子去培养 你有钱有什么 现在中国有钱有10个亿 有110694 天鹏 你要拿我做朋友 咱们是朋友与朋友之间互相交心 如果我最招商经理 就您这个态度 不是 天鹏是这样 马丁先生 我们没法合成 天鹏 我最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天鹏你听我说 天鹏 咱们在这个场合是招聘的 你要应聘的是一个工作 你要来吸引我 让我来投资咖啡之意 对不对 这是一个工作 跟咱俩人员员没关系 而且天鹏 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态度 如果对方对你这个产品不感兴趣 那以前的销售你怎么做成的呢 他身上有江湖气 他完全不是做生意 他是在结帮派 他完完全全是一种江湖气 我不爽的 我不搭理你的 你永远成为不了我的客户 因为我根本瞧不起你 是这意思吧 不是啊 你刚才天鹏的意思 我死客户 我发生朋友了 现在以他现在这种气场 以他现在这种想法 对不起 我们俩没有谈话的空间的 但是做了一个 别别别 别别 都听我的 我身为主面之官 就是要维持应聘现场的秩序和进程 你看看在座的 你觉得谁 你能去说服他 加盟咖啡之意 你可以自选一个 你找一个人 刘总吧 福能集团的 福能集团的刘总 开始吧 开始交给你 刘总中西何必 你好刘总 电话聊 对 首先要去 我们很大先 你随他 你随他 随他 随他 你好刘总 你好 我是咖啡之意招当部的张天鹏 你好 前两天非常高兴看到你给公司的网站 就是有您的留言 说您对我们的咖啡之意非常感兴趣 对 你就三十秒钟 你给我介绍一下咖啡之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餐厅 刘总 这一点我先说在这场上 因为我现在对咖啡之意并不来 我这次来咖啡之意来应聘 就我觉得他现在目前这企业发展 我适合来去做 因为我不做 你要给我时间转去了解咖啡之意 真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规则 但是我只是跟你做一个最简单的 咱俩的初步的沟通 但真能看出什么呢 天鹏 你七七年的 你做过大区经理 你做过高级销售 你的江湖气息 因为我也东北人 是好事 迅速拉近距离 但是真正的职场 真正的商业 要你的专业性 否则你凭什么一上来判断 我就要去堵定 去添咖啡之意 你的堵定来自于什么 拍脑门啊 乐巴薯片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九朵玫瑰花枝 富含抗氧化玫瑰多芬 让时间停住 花言有助 我美 我美 九朵玫瑰 所谓户外 不是身体观音声 行投出门 而是灵魂 换一种太多回家 斯凯乐户外 现在就出发 意大利美学 地道灵感之光 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非雕集团 后插座 突破灶 突破电器 第三十七条 水晶制品 再小的细袍也不允许 无论品牌多大 都必须符合优动时间手册标准 优动网 全球奢品在线零售 蝴蝶翅膀 来啦 李苏菲超熟税诞生了 全新超量蝴蝶圣尾 你动他就动 自由搬 太睡得好 做女生 也才不停 超熟税 体验 规模不大 人手紧张 作为龙门标记的新党名 我压力山大 十场江湖 精英会聚 作为非你莫守的新主持 我信心失足 我们有研发性人才 专业技术过硬 可制作各类武器 技术型人才 武功带出的它 能为你摆平一切障碍 职性类人才 绝对保证工作认真 因为当彪师 就是它的梦想 各种人才 我们应有尽有 只管来挑 这么多人才 我们龙门标局 一定生财一框 龙门标局 为您带来 祖庚职场 报效神剧 被你莫属 重整旗鼓 为您带来 现在职场新规 新主持 新掌门 也许会成功 也许会失败 历练就是不断的fire 直火烘焙 激发咖啡豆圆香 与牛奶交相融合 火咖 直火历练 真滋味 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非雕集团 后插座 突破造 突破电器 突破电器 入职快 书房买房 入住快 二手买卖 成交快 生活服务 上门快 手机上58 神奇一手抓 58通神 一个神奇的网站 乐巴薯片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还余下的亮灯的暴存成员 应该可以做出判断 选择去还是留 请选择 前方 谢谢 大伙我想说一句啊 我自己自认 我自己是个千里马 我还没有找到活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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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方 天方 等会 天方 我说句话 天方 哥哥 我能说句话吗 你赢了 听我说句话 天鹏 等会儿 听我说句话 我刚才不是要故意欺负你 我提出那个挑战 说你来让我加盟咖啡之意 我希望这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谢谢 我所谓的态度说 你来招商我招商我 我看看你在抗压能力有多强 看看你面对一个 可能不太喜欢你的客户的时候 你能不能征服我 但是你居然没选我 在最后选择的时候 你都没选我 我很失望 天鹏 一个37岁的老销售 就应该顶着所有的压力 你不喜欢我 我也把你搞定 那才叫真汉子 我刚才说了 今天我不会去搞定你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大家这个气场不对 张天鹏 张天鹏 天鹏 我跟你说两句好 我必须跟你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必须跟你说一句话 谢谢了 不管你以后在哪个舞台 或者在寻找工作 不要老记住自己最牛的在哪 要想出自己最差的在哪 不要被自己的性格 驾驭了自己的能力 你心仪的女人还有话要说 就算临边奉言吧 非常感谢你对咖啡机的热爱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出在 你真的不了解咖啡机 也不了解咖啡机 招商经理需要什么素质 对我承认 当你做好准备之后 我欢迎你再来咖啡机的人事部面试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干啥 No matter what Bate 我才对咖啡机的人事做 谢谢观看